性騷醜聞連環報延燒超過半個月 一系列男星人設炸裂 到底何時了 唐啟陽放話有更大咖的還在後頭 會報到七月一號 我早就說過了 不要因為這個廉價很平安 然後大家就覺得過去了 沒有啦 唐啟陽老師二十五號才說 週二前八卦亮能會更爆棚 果不其然又爆出黑人 捲入性騷風波 又一次準確預測 我想應該大家都嚇到了吧 有沒有人沒嚇到告訴我 然後我也希望要爆的 就趁這四天趕快爆一下 今年就快要結束 不只有新作專家巧合神預言 有網友翻出周杰倫二十年前的MV 讓網友驚呼根本是死亡筆記本 看看MV裡頭 參演男星 許捷輝 NO NO黑人 一共六人出演 有一半都在這性騷風暴中中獻 網友也搞笑留言說以為是在傳籃球 結果傳的是定時炸彈 還有人說剩下康康瑟瑟發抖 這巧合根本先知選角 網友把出事名單集結成梗圖 最早由朱學恆 許捷輝換到右勝接棒 再由黃紫嬌掃射事爆料 每兩天又換到NONO 顏雅倫 接力道謝 如今雅倫蹲完換建州蹲 也讓網友笑稱都快湊滿兩桌麻將 一票男星接連翻船 也讓觀眾想問到底清流還剩下誰 三人請問休閒 小明星 台北層報道 Lun Sang 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